强怒卯新闻触及你灵魂 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之后画脚 中国一不输出革命 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 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刚刚看到的这一段视频内容 是2009年包帝近平还没有称帝时说过的话 这段内容至今也依旧被选作是乳包的名场面之一 很多时候大家都是把他当个乐子一笑了之 但是14年后的今天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当时包帝的这几句口嗨内容 不仅要问一句包帝当年说的这些内容 他自己上台后统治中国十余年 他自己做到了吗 中国墙内尤其经历了三年混乱的疫情防控 以及随后的包帝一见三连 乃知道2023年包帝的种种政策 可以很负责地说 包帝不仅没有去贯彻他自己提出的三不政策 反而是彻底地开了倒车 反其道而行之 今天这期节目 我们就从包帝的三不政策中的革命 饥饿贫困以及折腾这三个层面 跟大家分享一下包帝是如何打自己脸的 我们直接从最直观的折腾来说吧 不去折腾你们 可以说中国这些年是真的给全世界折腾的够呛 靠着输出病毒输出疫情 让整个世界一度陷入停工潮 疫情时期 折腾到文娱活动全部被迫暂停取消 折腾到多国进入紧急状态 折腾到世界股市狂跌 折腾到失业人口数十年新高 随后 他又开始打击中国墙内的民营资本 从地产行业到互联网行业 从教培行业到影视行业 从金融行业到互联网直播 乃至到前一阵子的脱口秀行业 中国几乎所有能够带动经济发展的行业 全被他折腾拉西了 不知道习近平看着中国墙内各个行业的阵阵悲鸣 有没有与旁人谈官相亲 但总而言之就折腾你们 这一项他算是靠着输出病毒一个大招 超额完成了任务 接着 咱们再来说说二部输出饥饿和贫困 我一直都对这一项目感到比较困惑 一个国家究竟如何做 才能将饥饿和贫困向外输出 即便是最不发达国家 也是希望改良人力资产 可求外部输入的 即便是战乱国家 也最多就能输出一个难民吧 随后包地近平用一带一路告诉了我们 如何去真正的去输出贫困 参见斯里兰卡 在加入一带一路项目后 逐渐债务高筑 最后不得不将汉班拖沓港拱手转让给中共 这也就是习近平一带一路的债务陷阱外交 西方政界学界随之 也对此有所讨论 尽管很多人不认为中共能从中受益 但显而易见的是 包地拿他的这一套一带一路 大肆在发展中国家输出贫困 且做得很干脆 而说到一步输出革命 这也是我最想谈及的一点 包地明显在上台后大刀阔斧 改变了对外战略 现在的中共正在疯狂向其他国家输出 所谓的中国模式与亲共思想 我们所能看到的是 近年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对外建设 都被中共拿至首要一程 同时能看到插手注资联合国机构与众多NGO 以及大打间谍战 空前的外宣力度 渗透海外媒体 插手干预他国政治等等 从海外学校社区等资源渗透 再到外企外媒渗透 再到政治间谍 现今的中共恨不得让西方乃至全世界都归他所有 尽管共匪的本质是法西斯主义 向来不可能奢求其不输出革命 但包地上台后是前所未有的对外渗透和输出 不像毛时代的赤化潮 介于苏联之首且具有偶然性 习政权的意识形态对外输出空前而又刻意 习近平是个野心家 他的狼子野心究竟要到哪个疯狂宇宙去也没人猜得透 不过我敢肯定 他绝对是个霸权主义者兼纳粹主义者 幸得异于共匪军事力量有限 如果中共的军事水平真的可以比肩美国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习近平发动的侵略战争和世界大战了 至于十多年前习近平为何能说出 那个现如今一个也没能做到的三步出来 我想大概只是一句不过脑子没带稿子的口嗨吧 不过他那时就擅长制造 我们和他们擅长割裂本国与世界了 可能是个天生的纳粹分子家毒才家 事实也的确如此 而这个三步政策不光是包地没有做到 从中共诞生的那一天开始 这个组织就从来没有做到过 回看中共历史 你会发现 当年斯大林与毛泽东会面中 讨论了世界共产革命的区域划分问题 说得很清楚 毛泽东管亚洲共产运动 斯大林管欧洲共产运动 中共武装支持或变相人员输出了南亚和东南亚的越共 老共 迷共 免共 马共 印尼共 红色高免 简共等等 干涉乌干达内政向非洲输出共产革命等等 而从1960年代开始 大量广东贫困百姓大逃港 大逃港现象 文革期间达到高潮 该现象一直到1990年代初才明显减少 红色高棉就是中共输入的饥饿和贫困的典型和高潮 导致大量柬埔寨人民被屠杀 或者陷入极端贫困乃至被饿死 以至于越南都看不过去 进而入侵柬埔寨 企图颠覆这个不得人心的反人类政权 1979年爆发的中越战争 以及1980年代的两山轮战 也是输出饥饿和贫困的典型 把原本的社会主义兄弟 越南的北部人民 拖入了贫困和饥饿 导致越南三十多年 无法在北方发展工业 还有大量广东人和福建人 偷渡到北美和欧洲 也是输入贫困和饥饿 再说到历史上 中共折腾的问题 其实一点不比包地干得少 中共支持的免共 把缅甸联邦折腾的还少吗 红卫兵在文革期间 把英国大使馆烧了 周恩来亲自道歉赔款 这还不叫折腾 那请问什么叫做不折腾呢 印尼共把印尼折腾的还少吗 印尼两次排华大屠杀 都是印尼政府 对中共输出共产革命的报复 印尼的华人 就因为摊上了这么一个 不靠谱的共产祖国 全家被杀 女性被奸杀 空门绝户 这就不仅仅是悲剧了 这是惨绝人寰 如果这些华人的祖国 是其他国家 比如韩国 日本 马来西亚 会沦落到如此惨壮吗 1960年代的印尼排华 导致大部分印尼华人 最后都去了台湾 中华民国派来的舰艇 也将这些华人 接到高雄港 还有少数分布轻敌 我的华人去了大陆 分在华侨农场 文革被批斗 又死了一批 这真是叫做 逃得过初一 逃不过十五 背靠一个喜欢穷折腾的 共产战狼祖国 那就是全球华人的原罪 怪不得新入籍的大马华人 或者新加坡华人 打死也不承认自己原来 是中国人 在对东亚人已经形成一些 固有成见的外国人面前 华人要完全撇清 和共产主义的关系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说回到包地 在这里建议大家去读读 毛腊肉私人医生 李志随回忆录 在这本书里 你会发现 包地真的是一字不改的 按照老毛的路子走 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战计划 来打二十一世纪的战争 真是牛逼 加速师加油 有这么一个总加速师 无论是反贼还是粉红 还有什么可说的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订阅本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更新资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